我们进一步要讲这个海德格尔的意义上的这个时间性啊 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时间性 所以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时间性 他已经不是太关注微观时间了 因为他他不信任这个黑格尔的那套辩证法啊 他就认为辩证法是个毒药 所以他不讨论那个微观时间 他只讨论宏观时间 他只讨论历史性 他对于微观时间性的把握 其实是很很一般的啊 很很蠢的说了 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的历史性 在历史性里面 实际上什么叫历史性呢 historicity什么叫历史性呢 实际上就是意味着 人可以有不同的 此在啊 此在可以有不同的 可以体验 可以居住在 居住于不同的本体论框架 本体论事欲里面 此在也就是人 人类 此在可以居住于 当然说人类也是一种此在 就是此在可以有不同种 可以居住于不同的本体论事欲之中 每一个每一种时间性啊 每一种时间性 every kinds of temporality 它对应一种本体论事欲 在这种本体论事欲里面 它体验到一种时间性 在另外一种本体论事欲里面 它体验到另外一种本体 另外一种时间性啊 它会在不同的这个 存在论的这个是或者生存论的这个架构下 不同的 它会体验到不同种类的时间 甚至有的时间甚至是不可体验的 这个历史性的这种转变啊 它就 它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 语言 一种语言 它就会对应一种时间 我们知道你们看过那个七十桶啊 就是那个降临 降临这个电影 它明显是一个海德格尔主义的一个 一个叙述 它就是说那个 那个叫七十桶还是什么 七十桶 就是那种生命 它的语言是能环形语言 所以它体验到时间性 就是一个 它的 它的神经系统就完全是一个超时间的一个神经系统 它就没有那个线性时间观 它没有线性时间观 它可以提前 它可以同时体验到未来和过去 未来和过去 这些家伙就是一个康德所羡慕的 七十桶那种那种存在就是康德 康德所羡慕的那种 如果康德想可以选择投胎 在灵魂非分类学上 他希望可以投胎变成七十桶 羡慕的 变成七十桶之后 他就就是过去未来 他就是实现整个场域的这个伦理学的一个完满就行了 七十桶是绝对善良的嘛 他们的可以穿越过去未来 然后调整里面的每一个伦理抉择 调整每一个伦理抉择 让每一个过去的圣犬都最最后都倾向于置身 但是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是现象学家 我们研究七十桶的话 我们就问问那你就是过去的主体 过去的主体和和当下的主体和未来主体 就是不同时代的主体主体的就是内在差异 他怎么来弥合 就是一个未来的我尚未出现的一个我 他如何调整我当下的这个行为模式 或者过去的如何去更改 对不对 回溯性的去改变它 这个时候 我们就有必须要有一些本体论的预设 就是说未来的主体 未来主体的 他可以以某种本体论上合法的一个操作 魔法或者怎么样的 就是去更改过去的事件 发生的事件 或者怎么样 我把他挡在爱 我不知道 但是有一个矛盾就是你要考虑 就是不同时间点的主体之间的关系 我们叫一种主体坚信 他也是种主体坚信 他也是种主体坚信 但是他是不是一种很像 他这种纵向主体坚信 我们有些人就考虑就是十年之后的我 面对现在的我叫纵向 就不同时间的时间的这个主体 同一个主体啊 不同时间同一个主体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建构的 他们之间的关系 他们的他们在 他总要有些物理学支撑嘛 对不对 那物理学支撑是什么 所以他光有语言 我觉得还不太够 他还必须要有一个不同的一个 物理学层面的一个支撑 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 哎呀 这是某种魔法 它是电影语言 那么康德会很验线的那种东西存在 就是同样 我不是另外一部电影里面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就是那个叫 叫达摩 达摩 有部电影叫达摩 达摩祖师 他里面就是 这个达摩是还是在少年王子的时候 少年王子的时候 就在一个迷雾中看见到他自己 迷雾之中看到他自己 几十年之后的 几十年后的自己 这个时候 这个自己已经是什么 几地菩萨了 已经是 已经是神通了 我靠 然后再和这个少年王子再对话 你是谁 我就是我就是你自己 就是这这种 就是这种会面啊 就是这种纵向主理间信 他们怎么去会面 这个空间怎么去建构 这个符号学的这种这个序 这个这个话语对话的这么对话的 对话的这么一个这个场 从哪里来 总共他有场办的结构起来的吧 他从哪里来 对不对 你你可以打电话 大雄跟多大爱梦接个电话 我打给你多少年之后的大雄 你们总共这个通通信通道 信道是怎么来的吗 你要通信 你要和他通信 你你不可能光靠一个超超实体 超自然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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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制吧 这里面肯定要有他的因果链的呀 你里面一定要承载信息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这个信道是怎么来来来实现的 你既然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时空框架去把握这个这个信道 那他另外有什么样的信道 他本体论上的地位怎么样 你要说清楚 我只是说在海德格尔那边 他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 所以他在这个是 就是每一种时间性都在一种本体论当中 站开 每一种时间性都在一种本体论中站开 换句话说 这种时间性本质上是什么 本质上就是存在者之存在 他的存在的样态啊 这个存在本身组织他自己的本体论 组织他的本体 他从从本体论 然后本体化的 他成为他自己的那个过程当中 他站开的那个过程当中 他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机制 一种什么样的格律 rhyme what kind of rhyme 他一种什么样的rhyme 这种rhyme可以和什么东西产生共鸣 这种东西就是 我们可以做不同的思想实验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做不同的思想实验 我们可以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拥抱一些钱 前苏格拉底的本体论 前苏格拉底的本体论 就是在海德格看来还没有 还没有闭合为一种 就是存在者之 存在者之暴力的 因为 因为他说海德格认为 就是到了那个苏格拉底 那个师徒孙三个 那个那三个闹阁 就是最后就陷入一种暴力 就是用用存在者 用存在者 遮蔽了存在 遮蔽了存在 这个存在者就只陷入一种线性时间观 这种线性时间观 在康德那边 抵达了顶峰 康德那里抵达了顶峰 其实我认为不是的 康德那边反而是突破了线性时间观 他认为就是说 从康德 斯宾诺莎 迪卡尔 不是从亚里士尔德 布拉图 然后中间又一些那些经验哲学家 然后慢慢一直到最后 就是在康德那边抵达 抵达的顶峰 然后这个东西会引向现代虚物主义 他把康德当个靶子匹 所以我认为 他对康德理解是误解 所以这种线性时间观 他只是仅限于把存在遗忘 然后只把握到存在者 将死的存在者 把它当名词 就是把动词 把这个动词给遗忘了 然后 就是把那种鲜活的 包含多种可能性的 本体论架构可能性的 那个维度给忘掉了 忘掉就把所有万事万物都看成 在一种时间 就是现役时间观 它富含的同时就是时间的空间化 时间的空间化 把时间变成一个场 把时间变成一个场域 然后这些事物就是在这个场里面 在场中 就是这个这种情况 就是在场本身 它的暴力 在场先而上学 就这么很简单 你就可以去理解 这个当然Presence 这个词不是这样来的 这个词不是这样来的 这是一种罪挫的 他认为这个东西 最终导向的这个欧洲精神 就是古希腊 欧洲精神的那种危急 跟他的老实 但是他的老实 大概率 胡塞尔的理解 是跟这个是有差异的 然后前 他所以他要回归到前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之前的那些本体论 比如说赫拉克里特 巴马尼德 他们的那些本体论 还有那些怀疑论 还是智者学派的那些人 他然后就去研究一些 同时他研究一些诗歌 他认为诗歌会告诉你 不同的这种存在的可能性 不同的这个时间 在本体论事运里面 展开的可能性 所以海德克尔的时间性 是一种展开的时间性 我们简单来说 就是说一个事物 一个事物 它并不存在于 一个预先设置 好的时间背景之中 事物并不存在于 一个预先设定好的 时间背景之中 那么事物怎么样 事物的存在 就是一种 时间性的展开 时间性 新的时间性 而且往往它是一种 新的时间性 新的时间性的展开 事物的存在 它的涌现 它并不是在一个场里面 涌现出来 它并不是在一个设定好的场 中也涌现出来 不是的 事物的存在 它的涌现 永远就是一个场本身的涌现 一个场本身 一个背景 一套背景性秩序 本身的涌现 背景秩序本身涌现出来 涌现出来 所以这个事物 事物sing dustin 事物这种表述 实际上也是有问题的 所以还那个会说 这个 会说本有 这种东西 把它叫做本有 或者叫做 it gives 他就是自己给出 自己给出 自己给出他自己 一个自己给出自己的东西 他自己把自己的背景性的秩序 背景性的时间 时间的架构 他在自己涌现 产生的时候 就是你 我举个例子 就是那个 自带体系的 自带体系的球员 自带体系的球员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叫叫 一步 一步诺位棋 一步诺位棋 你懂吗 就足球里面的那种人 一步这个 他就是自带体系的球员 就是 海德克 就是你 你存在 就是一个自带体系的一个球员 他他妈的 他自己上场了 就忽然之间 他队友就被他激活了 你知道吗 就是他就是定义的 定义的什么叫足球 他定义的什么 什么叫 什么叫 什么叫体系 而不是他进入到这个体系里面 去扮演一个角色 或者怎么样 他并不是在这个体系里面 被这个存在者 这么一个定义所束缚 存在者 这么一个定义所束缚 所以 海德克认为 就是说 呃 时间是这么一种 是这么一种涌现的机制 是这么一种 从这个 凭空 从虚无当中 虚无就是 涌现的那个根基 无是这么一个东西 而无不是一个 对立于存在者的一个东西 无 无不是一个对 和存在者相对立的那种虚无 无不是和存在者对立的 虚无并不是和存在的东西相对立的 这个不是虚无 虚无是 这个自带体系的东西涌现出来的那个 那个 那个根 根基啊 那个根基 这个是虚无 that is that is 这个 这个 nail nail 这个就是 虚无 nothingness 所以无本身无者 无本身无者 无本身的那个存在模式 就是 无者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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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nothing 本身当成一个动词 无本身无者就是 无本身无者的意思就是说无这种东西他也有自己的时间 就是他拒绝给出时间 他拒绝或者说他把时间的这个时间化这个场域作为赠礼送给大家 你们去决定什么是时间 了解吗 啊 这个就是海德格尔以上的时间性啊 海德格尔以上的时间性 所以我我之前把海德格尔以时间性比比是osu那个游戏啊是osu是什么 那个游戏就是一个里面不停的冒泡泡出来然后我们不停要点这个泡泡不停点这个泡泡不停点这个泡啊他不停的从那个里面冒出来他有点像沸腾的那种感觉啊 啊 他按照自己的方式 是涌现出来涌现出来所以他相当于是把那个黑格尔那个筛子给他倒过来了给他倒过来他是一个东西一个一个实体下面是个实体啊下面是个实体就是一个存在啊他那个时候要用这个这个在呢吧就是就我不知道是怎么拼的就是就是那个 Syen吧就是那个高丽德语那个在他是从这里面冒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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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涌现出去涌现出去涌现出去时间化啊涌现出来啊 啊那海德格尔是这边是不存在这个实体的这个东西的因为海德格尔是一个标准的有限主义者他存在主义者他是个有限主义者他不预设他有背景性的这么一个下面有一个罐子你们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有点像那个什么就是一个花盆花盆一个花盆 然后有泥土有好多泥土这个泥土就是无嘛然后里面有种子有不同的种子不同种子但是种子里面是啥不知道没人是不知道这个种子我跟你讲他长出来他并不是长成一个花它是长成一个新的小花盆你知道吗 长成一个新的花盆长一个新的花盆把原来的花盆给他盖住了长每一个种子他都能长出一个新的大花盆把原来的花盆给他盖住然后再在上面长出具体的东西出来 他这个花盆就是长花盆的花盆长 有種子기를又必辞的花盆 冲物 清一 清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